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又美出了新高度 穿印花裙化身摩登女郎 太抢眼 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身材比较好的女人都很喜欢贴身裙装 这样的裙装不仅可以帮助大家展现出优雅感 而且其吸睛效果是很好的 在众多贴身裙装中 印花裙就是一种比较容易驾驭且比较时髦的款式 印花设计的潮流趋势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印花设计是一种很普通的设计 但实际上 这种设计是可以帮助大家轻松展现出高级感的 由于印花设计比较便捷 大家想要的印花图案大多数都可以实现 定制的价格也不会很高 所以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挑选 最适合自己的印花裙来打造穿搭 印花裙的款式比较多 它可以迎合大多数人的身材和穿搭风格 这也是它能够迅速在时尚圈大火的原因之一 印花裙的搭配优势与难点 想要将高级感十足的印花裙穿搭打造出来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大家在打造穿搭之前 要先了解这种裙装的搭配优势以及难点 这样才能轻松将服装的高级感展现出来 印花裙的优势就在于款式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材、肤色来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印花裙款式 不过,这种裙装也有一定的劣势 在打造这种裙装的时候 大家要尽量将自己的身材优势展现出来 不然整体穿搭看上去就会显得很普通 甚至有可能会让穿搭出现显老的感觉 印花裙造型如何才能显高级 十星五角星穿搭技巧妖 绣出腿部线条 虽然印花裙有短款设计和长款设计 但绵绵建议大家尽量使用短款印花裙来打造穿搭 这种印花裙穿上之后不仅可以展现出腿部优势 而且还可以让整个人看上去显得很有气质感 知识点 每一个人的腿部特征不一样 所以在使用短款印花裙打造穿搭时 大家最好根据自己的腿部特征进行调节 美化或遮挡自己的腿部缺点 这样才能让整体穿搭看上去显得更加高级 不过对于腿部纤细修长的女生来说 直接露腿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样不仅可以将腿部优势展现出来 而且还可以让穿搭的吸睛效果变得更好 知识点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腿部线条不够流畅 那么在打造穿搭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搭配黑色脸裤袜 这种袜子是可以帮助大家轻松改善腿部缺点的 十星五角星穿搭技巧二 搭配高跟鞋 拉长比例 很多人都知道调节身材比例的重要性 但很多印花裙的收腰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大家如果想要提升穿搭的吸睛效果 那么在打造穿搭的时候就要使用其他方法来调节自己的身材比例了 知识点 绵绵建议大家在打造印花裙穿搭的时候搭配高跟鞋 高跟鞋可以拉长腿部线条 不仅能够调节出完美的三七分身材比例 而且还可以让大家看上去显得更加优雅 很多高跟鞋都可以用来搭配印花裙 如果大家不知道该如何搭配 那么在打造穿搭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绑带高跟鞋 一字带高跟鞋 前口高跟鞋等款式 这些款式的高跟鞋都是比较百搭的 用来搭配印花裙不会出现违和感 很适合穿搭小白 知识点 如果大家想让穿搭看上去显得更有气场感 那么在打造穿搭的时候也可以尝试一下搭配细跟高跟短靴 将自己的欲解范展现出来 迪丽热巴又美出了新高度 穿印花裙化身摩登女郎 太抢眼 很多人看到迪丽热巴这身穿搭的都会觉得她很有气质 这样的穿搭不仅可以将她的身材优势展现出来 而且整体看上去是很时髦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